开机 开机之后这里点一下 这个是赫车 这个就是踩一脚打的次数 这里可以调 这是fire就是激发 然后这是联系跟单点 这个是待机 这个是准备 然后这里的话是水温27 这个是水流 打勾就证明它水流 它是顺畅的 是正常的 第三个这个是灯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 不点灯它是白界面 如果一点灯它正常 它就有颜色的 第四个是像这个闪电标志 就是我们打的时候 打的时候正常 它就会有 然后现在我们的话 这里调好了 就拿一个冷光屏 这种硬的 把这里清洗干净 用用20倍照出来 把这个线路 找这些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线路来打 不要打这些 不要打这些 因为这些它上面有一层膜 所以它打的不规则 不标准 然后这个是显像 然后就是P1 可以选择图案的大小 P3 P4 P5 就是图案的大小 可以随意去选择 然后这个是X X是宽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宽 调宽或者调窄 你可以看一下 顺时针 它就变宽了 逆时针 它就变窄了 还有这是Y 这个是Y Y的话就是一个高度 高度 也是一样的 顺时针 它就加高 逆时针 它就变矮 还有这个是能量 能量调节 能量调节 我们这里有021 我们可以随意的 就是去调节 就是调节到你适当的能量 因为打游戏屏 打冷光屏 它用的能量不一样 游戏屏的话 它只是少个痕迹 冷光屏的话 一般就是涌点 或者是断开 所以说它用的能量就大 冷光屏 然后的话 像这些数字 这个是OK键 OK键的话 是一个 就是确定方式 这是保存键 这是退出键 这是模式 基本上我们都不用去调节的 因为数已经调好了 就怕你们把里面的树调乱 还有一个 这个是这个枪体的升降台 看到没有 它这个升降的 这是100倍 10倍 1倍 1倍可以随意选择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都用100倍来调的差不多 然后再选择用10倍来微调 它又可以照的会比较快清晰 这个平台的使用方式 现在比如说我打这个点 现在能量是小 刚刚是015 把它调为039 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打的时候 这个X X这里是控制X的 看到没有 这样转它打这边 这样转它打这边 这是X的控制 这是Y 这是Y的控制 Y的话 一个上一个下 Y的控制 然后这个锁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是挪不动的 很难挪动 这个你把它这个 受力一顶一下 是吧 它就可以滑动它 一放手它又挪不动了 现在你看动不了 这边也是一个 这边是Y Y的 你看你把它 比如说一个手这样把它顶住 它就可以来回的去拉动 一放手它就拉不动了 还有一个这个 内屏的 这个内调节 内调节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打流性屏 它裂痕在这里 如果说游戏屏 有些不在正 不在法 它在这个直角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平台拆掉 这平台可以弦转了 把这个平台拆出来 这个靶 不用了 然后这里有个磁铁 磁铁的话要保持干净 不然很容易把平台拆 高尺的东西一顶 它又会顶坏 就比如说把它吸住 吸住的话 我们比如说把这个位置调出来 这个摆直角 我们就可以照出这个线路来 这里就线路 把它线路照出来 我们就可以找一下裂痕 它里有裂痕可以打 整体操作就这样 这个平台的操作 这条路 además 它都不是很流行 这个终一路 我们就会